黑煙不斷從鐵皮工廠後方竄出 現場濃煙密布 往天空飄散 和清澈的藍天形成強烈對比 再往裡頭看 工廠內火勢猛烈 吞噬整座廠房 這把火似乎越燒越旺 一發不可收拾 打火弟兄貨爆後 立刻趕到現場 補齊水線 對著起火點灌救 和時間賽跑 就怕火蛇釀成更嚴重的意外 它就從中間燒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人要去渡貨 就來不及了 整起火警意外 發生在18號下午2點多 桃園龜山區的一處化工廠 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火是很快吞噬了整座廠房 所幸沒有人受困 只是濃濃黑煙不斷竄出天際 也影響到了 松山機場的航班降落 畫面中的綠色航道 是一架全日空班機 原本要飛往松山機場的降落航線 但途中受到火警濃煙影響到視線 只好在天空不斷盤旋 最後不得已降落到桃園機場 所幸這架受到影響的班機 最後平安的在桃園機場降落 只不過這場龜山化工廠大火 還是影響到了松山機場的起降狀況 直到4點41分 班機才能夠降落 就是擔心飛安出現任何狀況 記得劉志展桃園報導 呼吸 按照片